Hello 大家好 这几天都在给我的兰花换水苔 早几天发现我有一盆一群兰有祭马 所以就想 有空把所有的水苔换一下 这一盆兰花原来是种在半水苔的种植方法里面 就是在这个中心里面有一点点水苔在里面而已 现在我已经把原来的水苔掏干净 杯子也洗干净了 准备再来给他把这个水苔种回去 水苔我已经洗干净了 之前有一位网友问我水苔在用之前应该怎样处理 我是用清水把水苔弄湿然后洗了几遍 就用清水给他洗一洗就好了 把水苔洗干净之后呢就拧干水 打蓬松 一定要把这个水拧干净了然后弄蓬松才能 来种兰花的 现在来看一下这颗兰花 上面这些根已经非常干了都是灰白灰白的 再来看一下下面的根 下面这些根还是非常的湿润 因为之前把水苔放在中间的位置 上面这些根很难有水在上面 只是泡水的时候才有一点点水整个过程都是干的 所以我现在要给他换一种方法来把它种起来 首先我把水苔盖在这些已经非常干的根上面 这个想法是来自于上板的一个动作 通常上板都是把水苔绑在靠近 头部的根的上面 然后其他的根都是裸露在空气里面 所以我想如果我也能大概是这种操作方法呢 兰花应该也是会比较适应的 固定好上面这些水苔之后就可以把它放到玻璃瓶子里面 然后再慢慢的整理一下 早一段时间我做了几个兰花上板 发现那些兰花长得非常的好 然后还不需要担心它会有烂根的情况出现 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如果放在室内的话呢 它滴水的情况还是比较 让人头疼的 现在轻轻的把水苔再放进去 这些水苔不需要压得太实 就轻轻的放在上面稍微的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压得太实的话呢 它的通风 环境就没有那么好 只需要轻轻的把水苔放进去 轻轻的摁一下就好了 这个种植方法就好像给兰花上板种植一样 只是它不是种在板子上面 而是把它摆在玻璃瓶子里面 看一下里面 还是非常的空的 所以也不担心它会让水苔压得 严严实实 空气不透气的那个样子 我想还需要多放一点点水苔在上面 这个水苔怎么那么黑呢 就轻轻的把水苔摁一下 水苔多一点它那个吸水性就更好 稍微的摁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 压得太实 再慢慢的整理一下 看一下呀 应该差不多了 不需要再放水苔了 这个种植方法我不需要用一个空心的瓶子在里面 因为这颗兰花的根已经长得很多 它原来就可以支撑着兰花 在这个玻璃瓶子里面 它不会油油画画 然后现在这些水苔也不会丢到下面去 看一下它里面 还是比较 空的 看着以为水苔很多 其实水苔都是轻轻的放着 看一下都可以 看到对面那些 玻璃瓶的对面 所以它的空气流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好了现在已经 完全种好了 来给它浇浇水 这种方法可以 在上面喷水也可以泡水 因为我刚才把这个篮活的根都洗干净了 所以它非常的湿 我就不需要给它泡水了 如果要泡水的话呢泡完水 就用手轻轻的摁一下水苔就可以把 里面的水倒掉 倒完水之后 倒完水之后这些水苔如果有多余的水分 它会 滴在这个杯子底下面 然后一点点水在下面的话呢 根也会 比较湿润 这种种植方法呢 大概是 可以维持10天 再浇水一遍 一定要等到所有的水苔完全干了 根全部都发白了 才再给它泡水 有网友问我说大概 多少天你就给它浇水一次 我是根据它的根的 情况来决定要不要给它浇水的 不是说 规定每一个星期要给它浇水或者是 三五天给它浇水的样子 一定要观察根全部都发白了 上面这些水苔也全部干了 才给它泡水或者是喷水 如果它还是湿的话呢你给它再泡水或者是喷水的话 它就会因为太湿 而造成有 烂根的情况 通常烂根呢就是因为水分太多而造成的 当你发现上面这些水苔已经完全干了 但是下面那些根还是绿色的时候 你就轻轻的在 水苔上面喷几下 就好了就轻轻的喷几下就好了不需要喷的都 滴水的样子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